小朋友们上课啦 今天让我们来讲两道单位换算 一道是单名数换算成负名数 一道是负名数换算成单名数 来看第一道1.08立方米把它换算成多少立方米 多少立方分米 同学们我们可以把1.08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1立方米 一个是0.08立方米 而1立方米 那说明这个地方肯定甜1 紧接着就把这个0.08立方米 把它换算成立方分米 那我们知道立方米跟立方分米的净率是 1300对不对 然后是大化小乘净率 因此我们0.08要来乘1000 小速点往右边移动三位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80对不对 所以这里填80 再看下一道12立方分米 20立方米米 等于多少立方米米 同学们这里本身就是立方米米 那我们就先不要动它 我们先把这个立方分米 把它换算成立方米米 那我们知道这是体积单位 相邻的两个体积单位 之间的净率是1000 那是大化小乘净率 因此我们用12来乘1000 那答案就是12000 对不对 再加上这里的20 所以凑起来答案是12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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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